華航有夠團出的火力機老油 而且火力機是一邊老油一邊 從巴黎島北回來台灣 餅長載了14個生客 還啟動了緊急導生的準備 雖然華航共調絕對沒有安全的問題 不過民航共已經蓋入調查 三年前華航這台普遍7、7、800的飛機 在琉球哪百紀錠燒到這樣 就是因為老油所引起 2008年的11月 華航還有一台同期興的飛機 在巴黎島發生很便宜的事物在漏油 所以也是不陪載13個生客 一個紅的仔一路背回來台灣 跟華航有落足求婚的技術甘國秀 公開這個事件 他說那時候加速的技術 原本只有萬一開空機 不會回來台灣修理 所以想到公司的壓力 不得以來載人 半路又起動緊急導生的準備 要求生客要抱著走 趕快回家 不過華航民表示絕對安全沒問題 經過了我們機物檢修 跟所有的機長的簽放 我們是確認安全武力的狀況之下 才讓飛機回來的 那事實上飛機到了台北以後 我們也再做檢查 也確定確實是沒有問題 不過那時候加速的技術 事後也離開 華航共調跟這個事件並沒有關係 樂主上方都說自己有利 不過畢竟跟飛行的安全有關係 平航共已經蓋入調查 記者代表湯總好報道